其實這件事情起因 就是在議會我們總組員期間 部分黨派的議員 其實對前市府的一些施政有疑慮 所以包括北議的2.3億和解金 也是議會做成的決議 說要移送監察院 包括優卡新貴案 還有教育基金的問題 也都是議員他們提出質詢 要求市府進行調查 所以也就是因為 尊重議會的決議 所以基層的公務人員 其實不能去抵觸議會的決議跟質詢 同時也不適合對於上代釐清的事件 到記者會上面去做背書 所以我相信李副市長 他身為府會總聯絡人的判斷 我們也會一起做我們 市府基層同仁的靠山